金星印分局自強路派出所巡邏警主 於5月15日清晨5時30分許 發現27歲王姓男子駕駛自小客 與文武二間立相行駛至五湖山路上 警方見狀上前將其攔查 在告發交通違規時發覺黃藍臉色帳篷 對其實施酒精測試已明顯超過法定標準 依法將其逮捕待辦所徵訊後移送法辦 經了解園警南下王楠時 王楠還神色自若的說自己只喝一小杯啤酒 酒不會超標 與一旁的25歲現男乘客緊張的神情呈現反差 直至酒測完畢園警告知王楠酒測結果已超過法定標準 要依現刑犯將其逮捕 王楠瞬間臉色鐵青 後續園警也依規定舉發同車乘客現男 依規定開出新台幣6000元至15000元的罰款 情形分局強調 警方無論任何時段皆會積極查氣酒駕等惡性重大違規 並呼籲酒後駕車是現今社會最為人所唾棄的違法行為之一 提醒民眾切勿貪圖一時方便酒後駕車 本分局會透過強力執法與宣導防止措施 全力查氣酒駕部法與維護用路人安全